台北股市今天表现开高走高 盘中一度大涨超过300点 最高来到16657 中央场收在16595点上涨了257点 接着上涨也成功占回了季线的关卡 市场资金重返到电子股了 盘面上电子股的资金比重回升到了五成之上 半导体跌审反弹 但分析师建议操作上不要过度追高 可以慢慢的逢低成节 全带疫情三级警戒空荡荡的街头 几乎已经成为疫情日常 台股似乎也调整好步调 开盘上涨106点 盘中大涨超过300点 开高走高收复季线 最终收在16595点 涨幅1.57% 成交量5273亿元 整个反弹的气势相当的强 我们如果从这一波最高点17709 跌到最低15159 这些反弹幅度都已经超过一半 告诉我们说 市场对于这一次的本土疫情的一个 这个争论的过程当中 开始有点对利空顿化 市场资金重返电子股 半导体深跌反弹 台积电收在583元 涨幅2.64% 红海也上涨2.5元 连电涨幅甚至达6.57% 波子电子股资金比重回升五成以上 IC设计中除了股王犀利开高走低 上涨4.33% 天狱盘中亮灯涨停 艾浦也涨了8.83% 短线的族群是在生计医疗检测 包括手游物流 线上购物这些 属于这一波 整个本土疫情增温的过程当中 相对受惠 有题材性的这个族群 不过反观之前人气指标 航运累股倒是涨多拉回 万海 长荣 阳明纷纷收黑 分析师也提醒 直处谈升后可能会再开始震荡 投资人不要过度追高 采取慢慢逢低承接 并关注本土疫情发展 东南台经绣维科黄明台北报道 而最近在台股盘面上 这个宅经济概念股 跟宅配概念股表现也都非常的强势 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利用网购来买东西 不过目前电商平台 某某说了宅配厂商反应要取消万华全区 以及板桥中和部分区域 大型家电的预约安装 而PC号也跟进这个动作 暂停双北五大地区 提供配送大家电的服务 但民众说了 其实久久才买一次大家电 现在也不方便让外人到家里面来安装 所以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货运司机将一箱箱货物搬了下来 疫情持续延烧 也让物流的送货需求大爆发 但未来大家电将会暂停配送部分地区 可以看到物流中心这边停满了货柜车 而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中和 这边地区的民众如果想要订购大型家电的话 恐怕会被部分的电商平台给拒绝 PC Home针对万华 板桥 中永和 卢州等五大地区 暂停大型家电的安装 而MOMO也宣布万华全区 以及板桥中和部分区域 将会暂停大家电的预约配送 当然从那个 宅配的厂商用起大家电的部分 我觉得是他们的员工跟客户的互相的保护 因为其实因为大家电可能要需要 在客户家里待一段时间 现在所有的宅配 基本上都是送到管理室 双北的医院是一样 我们大概就会送到收发室或者是一楼 但是我们就不太送到医院的比面去了 其实不止电商平台 包含邮局在17号就已经暂停上楼 投递包裹 而两大外送平台UberE全面强制餐点 放在门口以及线上支付 FuPanda也推出了无接触的送餐 但如果消费者还是希望送上楼 而外送员拒绝的话 这张单就会被拒绝 可能大家都是久久才采买一次 像如果以我自己本身来讲的话 目前是没有有这方面的需求 任何贩卖这种地方 所以也没有觉得说有缺少这样子 反正大家就配合一下吧 好 货运人员也是辛苦的啊 所以大家体调一下 电商平台的新措施 或许会对民众生活造成些许影响 但疫情当前可能也得多点体谅 东森财经新闻下足杨昭 于家豪在台北的采访报导 昨天加上今天最近发生了蛮多起 新冠肺炎感染者在家中猝死的案例 医师表示这是所谓的隐形缺氧 当身体已经出现低血氧 却没有任何呼吸困难的征兆 才会导致猝死的结果 有专家建议了 轻症确诊者在家里隔离的时候 可以准备血氧浓度的侦测机 随时留意血氧浓度 而最近在市面上呢 类似的血氧侦测装置 已经全部卖到缺货 请问一下有血氧监测机吗 缺货 6月11日后才会有 缺货呢 缺这么凶哦 因为我这几家跑都没有 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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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跑三间店买不到血氧机 就是因为疫情延烧 民众担心染病会发生隐形缺氧 国外就把它叫做快乐缺氧症 happy hypostia 就是他虽然缺氧了 却自己不自觉 感染肺炎已经严重了 血氧变低了 结果呢 他表现的是一派轻松的样子 那这些人呢 有可能会因为这样 就错失治疗的时机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几天呢 哇 好多的长者在家猝死 隐形缺氧可怕的是 让人浑然不觉就猝死 为自保血氧机一台难求 手指伸进去而已 所以它是放那种电池 或是什么的是不是 就这样直接套进去就好 对 然后这个就可以了 常见的只压式血氧机 自行操作方便快速之外 还有智慧型穿戴装置 Apple Watch跟这个医疗级的 侦测仪啊 其实他们侦测出来的数值 差不多就是在正负1到2%之间 利用智慧手表手环方式监测 同样能及时掌握血氧浓度 美国纽约他们有做出一个指引建议 90以下呢 90 89 88呢 没有第二句话 叫救护车到医院 缺氧会导致猝死 连制氧机也缺货 店里只剩一台租用机 但疫情当前也只能暂停租借 经营款的目前都缺货 疑似隐形缺氧 酿成多起猝死事件 一时提醒 确诊者可以使用血氧机外 尤其是在家隔离的人 也不能轻忽 透过监测提高警觉 做好自保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台积电一名工程师确诊 外界担心如果受到疫情停摆的话 恐怕会造成全球的晶片锻炼吗 而更传出来苹果要帮忙台积电 要提供台积电员工跟家属 美国的疫苗 但对此台积电表示只是市场传闻 而美国参议院也提案 政府将提供520亿美元资金 强化半导体的生产 就是担心锻炼危机 疫情冲击下全球爆发晶片荒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连续多年市占超过50% 更显得取足轻重 但日前台积电有民工程师确诊 传出苹果为了避免台积电 有锻炼危机 有意提供美国疫苗 给台积电及家属施打 因为iPhone的处理器 台积电就是独家供应商 不过对此台积电表示 纯属市场传闻 台湾疫情牵扯整个产业 引发国际关注 根据外媒彭博社报道 台湾最近因为确诊病例激增 加上缺乏疫苗等问题 面临卫生紧急状况 尤其目前台湾只有大约1%的人口 完成疫苗接种 这可能会影响晶片生产 进而使全球供应受到挤压 先前美国在1990年代 生产半导体为电子产品 产量在全球占比达37% 如今只有12%的半导体 是在美国生产 为了增加产量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政府将提供520亿美元资金 强化半导体生产和研发的提案 可能会促使美国本土新设立 七到十座工厂 我永远相信一件事 台湾的民众自我意识高 台湾的企业 尤其民间企业 比政府强太多了 所以相信政府不如相信台积电 新冠肺炎疫情需求 让各国精觉半导体不足问题 除了求助台积电 加快脚步生产 美国 韩国与中国大陆等国家 勤力加速国内发展 希望有朝一日 自给自足 东森财经 谢维柯黄明 台北报道 从美国在积极打疫苗之外 日本东京也要加快进度了 因为距离东京奥运开幕不到两个月 日本开始大规模的展开 疫苗接种计划 分别是在东京跟大阪 而第一天共有超过7000个人 完成接种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希望抢在东京奥运开幕之前 提升低迷的疫苗接种率 而有学者估算一下 如果东京奥运增加人潮移动 到了9月初 东京的单月新增确诊人数 可能会比停办奥运 还要增加1400例 日本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 在东京和大阪如火如荼进行 而第一天的进度 东京大约5000人 大阪约2500人完成接种 都达到单日目标的一半 而使用的是上周刚刚批准的莫德纳疫苗 和AZ疫苗 立平要赶在东京奥运开幕之前提升疫苗接种率 距离东京奥运只剩不到两个月 尽管疫苗进度顺利推进 疫情也有稍微趋缓的迹象 但日本政府还是打算要把紧急状态再延长 两个礼拜到6月20号 病床の使用率などの医療体制は 各地で深刻な状況が続いていることから 政府は延長は不可避と判断しています 也让人担心如果直到东奥都不能解除紧急状态 该怎么办 東京奥运无论如何决心要办 东京大学学者就呼吁中央政府 若海外選手大量入境日本 务必控制人流防止疫情扩散 就在这时 美国国务院周一发布通知 内容直接表明要美国国民疫情期间 不要前往日本旅游 并且要将日本的旅游等级 提升到最高的第四级警告 彭博社认为美国的决定 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一次重大打击 现在只能盼望疫苗能顺利让疫情趋缓 带给大家安心安全的东京奥运 这新消息提供给您 现在新北市餐厅都不能内用了 麦当劳也配合 全国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14号 原本实施到5月28号的 暂停餐厅内用服务 停止洗手间使用 和欢乐送全面实施线上订餐等等 相关的防疫措施 也将同步延长到6月14号 提醒民众要多加注意 台湾疫情持续升温 快下的需求也大量增加 裁剪人员穿着防护衣 顶着大热天总是流的一身汗 又与民众面对面裁剪 染疫的风险也相当高 对此工研院开发的 镇压式裁剪亭 里面的设备非常的方便 也提供了防疫的升级需求 工作人员忙着组装 并且严格检查 接着推出户外进行耐后性检测 这个小房间可大有来头 它是工研院研发的镇压式裁剪亭 将成为裁剪前线的胜利军 检验人员在裁剪亭中 双手伸进黑色橡胶手套 透过它对民众进行裁剪 双方完全隔开 不会有任何的接触 可以进一步保障检验人员的安全性 由于裁剪站都是在户外 裁剪人员大热天穿着防护衣 连电风扇都没办法吹 隔没多久就一身汗 不过镇压裁剪亭里面装有空调 能够让裁剪人员 在比较舒适的环境做裁剪 其实去年刚爆发时 经济部就有科技专案 希望能够开发防疫用设备 快速在不同社区设置 那种情况下 就可以快速的布置 所以镇压裁剪亭 也是利用组合的概念 能够方便移动 方便组装 但又不失安全性 台湾根基国际潮流 早在去年四月 防疫前端班以色列 就因为疫情升温 早早开始部署这类的筛检亭 让裁剪人员和售剪民众 彻底隔开 现在因为台湾出现大量 需要快筛的民众 镇压裁剪亭的投入 举盼能够降低检验人员的辛苦与劳累 短新闻综合报道